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 是我们在12月7号 礼拜四的收盘后 跟大家做的台股盘后报告 提供大家最专业的解盘分析 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 也期待能够跟您一起来 征服股海共创双赢 好 我们看到台北股市 这波大盘指数 从11月22号 大盘见到10882高点 现隆老师提醒大家 这里从技术面 K线价量领头阳台机电的走势 告诉大家 这里一定要很小心 大盘已经有出现一个假突破的可能性 假突破完 准备拉回了 好 结果拉回来 跌到10495 当天留了一个下影线 碰到半年线 很多人都说大盘回到半年线 安了啦 赶快买股票啊 短多杀不出来 反而融资还在继续加码 这种状况 小心半年线反弹之后 还没跌完 还会继续再跌 对不对 这是当时我们在上个礼拜 都有提醒大家的 现在指数的部分 真的从半年线弹个两天而已 又狂杀三天 加起来今天大盘指数 早盘开个红盘 再度的下杀 最低已经跌到103322 又跌了71点 加上前两天跌了260点 大盘这三天 光是这三天而已 居然又狂跌了330点 这个部分各位投资朋友 都可以看到 大盘目前为止指数的一个走势 都按照县荣老师的分析 县荣老师的预测在走 也很开心 这两天很多我们的会员朋友说 真的幸好这一波县荣老师 一直在提醒大家 大盘在这里会出现个假突破 操作要停看厅了 不要再乱追 乱抢 乱买一堆股票了 让他们能够因此不受到伤害 更提醒大家 这里大盘已经开始有转弱讯号 所以建议大家空军再度的起飞 不但没有受到伤 反而还这一次的放空 空金电 空华邦电 空环球金 空中美金 一档一档的都有不错的获利 接下来 接下来行情当然很重要了 接下来大盘会怎么走 我们继续来看下去 指数这一波 杀到今天盘中最低 已经跌到10322之后 注意到今天跌到 也不算是一件坏事 为什么 因为前阵子跌都是带量下沙 带量下沙 带量下沙 反弹量就缩 今天早盘开个红 一度涨25点 可是今天的成价量就有多少 1370而已 因为如果今天指数量又缩 比昨天又少了100多亿 指数反而涨上去 就又变成价涨量缩 其实还是要跌 对不对 可是它翻黑下来就变成什么 变成价跌量缩了 大盘转为价跌量缩 再加上融资前天减了11亿 昨天再减9亿多 连减2天 如果今天再减个10亿左右 就连减3天了 这个时候看到领头羊的台积电 底下这个K线是台积电的K线 之前大盘创下10882高点 它没有过高就回跌了 跌下来 现在大盘破半年线的时候 它守在半年线 今天碰到一下半年线 我们看这里可能清楚一点 这波指数我们看到 大盘指数已经杀破半年线 半年线在这里 对不对 台积电这地方 今天是碰到一下半年线 半年线的位置在222.75 今天它最低222.5 碰到一下之后就拉上来 留了4块钱的下影线 那K线形态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T字形的锤子在这里 那这个部分 当然再加上指数这波 从10882高点已经跌了100 而且跌了12天 跌了多少 跌了这组有560点之后 如果说今天融资 在减个10亿左右 我认为短线上快明天 礼拜五 慢的话下个礼拜 大盘就会有机会出现一波反弹 所以说如果前阵子来不及 高档卖股票的 这个地方 倒是不用急着 如果明天再跌的话去杀低 你可以等下个礼拜反弹的时候 再来找卖点 可是到底这个大盘接下来 是反弹完会再下 还是会继续再上呢 这就很关键了 对不对 这个部分我们继续再来看 如果大盘要上 要变成反弹变回升 不是没有机会 先提醒大家 第一个 至少多方攻击量要有1400亿 就是今天大盘量是1372 你不要涨上去量又缩 价量倍 离价涨量缩 那个还是会再跌 加上外资指数的部分 能够开始翻多 这个地方再加上台积电跟鸿海 能够同时止跌 这大盘就会有机会反弹变回升 万一没有 如果融资油是持续的居高不下 就散户 这地方不肯卖股票 外资又继续的加码空单 而指数就算反弹 如果没有占上10500 我前几天就有提醒过 接下来半连线的扣底值 会在10500之上 代表什么 代表指数占不上10500之后 接下来半连线会开始下弯 大盘的压力又会再加大 而万一台积电再破一下222.5 那这地方整个下个礼拜 半连线到时候正式下弯之后 我先提醒大家 这个反弹就会变成所谓的 多头的逃命波 当然反过来对空头来讲 也是空军再度起飞的一个机会 那到底哪一个可能性比较大 我认为说后面这个可能性 你还是要继续的提防 风险意识一定要有 为什么 因为从月线来看的话 大盘日线有机会反弹 但是月线要特别注意 因为整个大盘11月的融资 总共增加了84亿 融资余额攀上了1755亿的新高 这波指数回跌了560点 前两天融资终于减了 减了多少20亿而已 指数大概跌500多点 大概5%多 融资才减那么一咪咪 这当然我觉得是不够的 再加上融资在11月暴增之后 11月的K线居然是一个爆量的 乌云罩顶形态出现 指数这波多头涨了21个月 现在回档一个多月而已 够吗好像还不太够 加上月KD高档背离下弯之后 这里的风险意识一定要有 所以我会提醒大家 如果大盘在这里反弹上去 变成逃命波 多头应该这个地方逃命 空军又要再度起飞 提醒大家这一点很重要 为什么宪荣老师这里 空军要再度起飞 我还是要强调 我真的不是喜欢放空的人 我不是像那些死空头的头顾老师 天天造假的放空才是对的 放空才是对的 空了一年 空了两年了 终于指数在这一个多月跌下来了 然后跟大家讲 这个我们这个放空现在在大赚 我们不是这种人 能做多赚大钱我也很希望 可是当趋势已经转空的时候 我只能说放空是唯一 帮助大家赚钱的唯一途径 好 就像两年前 大盘指数建到10014高点 我们开始建立会员朋友 建立空单部位 告诉大家大盘要回跌到十年线 所以风险意识一定要有 所以在当时 我们都开始建立会员朋友布局空单 如果没有那么做 你看到大盘从10014高点 跌到7000多 会员怎么办 每一个可能到时候一次空头 就此阵亡了 对不对 所以说真的非不得已 县荣老师才会要放空 而这个时刻 县荣老师为什么要叫大家放空 看到我们真的 10014高点预告跌到十年线 真的来了 才来拼大的 现在为什么要放空 真的大盘在这里 有中期回党的危机在 所以当趋势已经转空的情况之下 放空是赚钱唯一的途径 当然很多头顾老师会跟你讲 讲什么 讲说你看指数虽然这波跌得那么惨 我们的股票哪一档还是涨的 不用怕 当然指数跌成这样 难免会有几档股票会涨 可是你看那些头顾老师 手上一缸子的股票 买了10档买了20档 总会有一两档涨 那一两档涨的 他还在电视上讲的时候 手上一堆股票都已经重伤 都套牢在里面了 你说偷偷下来 整个是赚钱还是赔钱 赔钱的 所以你如果像那些头顾老师 这样子做多 没关系 还有一两档会涨 到总个结下来 你还是赔钱 对不对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 当趋势这地方已经转空 放空将是赚钱唯一的途径 因此继两年前 我们空在10014高点之后 两年后空军再度起飞 空军召集令 这地方认同 献龙老师操作理念的投资朋友 欢迎现在来加入 我们的极品操盘团队 这一波的放空 我们这地方从11月27号 第一档空军起飞 2448的惊殿 那时候消息面利多频传 说他LED走出谷底 mini LED前景说看俏 但技术面上来看 我说这里利多出笼之后 高档爆巨量 单日周转率已经明显过热 重点是爆量之后三天未过高 所以大户出货 转弱迹象出来 看龙有毁结构出现 空军起飞了 对不对 那时候61块半附近 我们开始布局空单 现在已经杀下来 顺利的获利回补 一个礼拜不到的时间 10张赚了7万块左右 弹起来 对不对 放空赚得快 好 再来华邦店的部分 11月29号 那时候跟大家讲 消息面利多频传 说记忆体在涨价 MSCI把它列入到成分股了 多少人在因此看好 我说K线 这大量空头吞噬出现 大户已经在反手卖超了 大户出货 转弱讯号出现 当然要怎样 要开始布局空单 28块附近给它空下去 空军起飞之后 现在也开始杀下来 12月1号大跌5.9% 12月4号再跌4.09% 12月5号又继续跌 对不对 昨天还在跌 今天我们空军 也已经成功的获利回补 没有赚很多 20张不到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 也赚了5万多下来 对不对 好 环球晶在这里 矽晶元当他消息力多不断 牛气冲天 环球晶说跟客户签了长约的时候 我发现到 这时候K线却是一个乌云罩顶出现 融资在大买之后 大户反而反手在卖超 大户已经在出货 结构股价已经转弱讯号出来 抗融油毁了 怎么做 当然给它空下去嘛 对不对 407 408元附近 这地方融卷放空 现在股价空军起飞之后 12月1号收盘已经重挫22块 12月5号再跌22块 昨天又跌了16块 现在这地方5张 我们的特别会员不多 空个5张就好 这已经20几万了 好 还在赚 好 那中美金的部分 这也是在当时消息面 矽晶元说牛气冲天 他的子公司就是环球晶 说跟客户签了长约的时候 发现到散户一直在买 融资在大增 股价上不去了 大户已经在反手卖超 大户出货 转弱讯号头部出来 当然抗融油毁结构出现 怎么做 特别会员空环球金 一张要40几万 一般会员不能空 所以一般会员空中美金 81块给它空下去 空千起飞之后 现在也杀下来了 对不对 这地方12月5号再跌个4块2 昨天又继续跌 现在也已经有10%左右的获利了 还在继续赚 所以可以看到做多 我们可以大波段操作 我也想赚得多 也想像我们的美琪 这样一赚赚个1.5倍 但现在不是那个时机 现在做空才能够赚得快 用正确的方法 一档一档的快速累积获利下去 现在我们的环球 最近中美金还在继续赚 接下来还有哪些股票 准备这地方空军起飞呢 认同我们操作理念的投资朋友 提醒大家 两年前我们空在10014高点 两年后中期反转讯号再度出现 因此空军再度起飞 空军召集令 认同我们操作理念的投资朋友 欢迎大家来加入 我们的极品操盘团队 一起來这个地方 执行空把空空作战计划 做空赚得快 特别开放的短天期体验班 现龙老师平常不收短天期的 这次特别开放一个短天期 让大家体验现龙老师 做空赚钱的一个 怎么样快速累积获利的方法 现在名额已经这地方快要用完 因此倒数一天 倒数一天 想把握的投资朋友 休息时间就欢迎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来做联络 指名加入现龙老师的极品操盘团队 第二阶段 还有更重要内容 马上再回来 一站了 怎么办 一 跑下 二 引步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载场势 请上台湾抗震网 运达投顾 极品操盘团队 由高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 用心 重存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参的产业观点 下行推线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运达投顾 好看 弄在家啦 即日起身装运达投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投顾APP 货店02-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迷迹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爸爸继续会放手 我知道 人生总是有所谓的外面 你是我的心肝宝贝 老父 我是小梅的同事 我已经准备好 要娶小梅了 我在几家银行 存了些钱 你存款的每一家银行 都有参加存款保险吗 每家都有参加存款保险 最高保障金额300万元 很好 我可以把小梅放心的交给你了 还好我有告诉你 存款保险 大家好 欢迎回到 再度回到节目现场 在这地方 再度的提醒大家 当大盘指数 攻到10882的高点 11月份 却在这地方 融资大增84亿之后 11月的月K线 居然是个爆量乌云造顶 散户在这里 拼命用融资在买股票了 为什么月K线 却是一个开高走地的长黑K 一定要去好好想一想 再加上 这个地方 月K线高档背离下弯下来 大盘会跌到哪里去 这波多头 涨了21个月之后 现在风险意识 提醒大家一定要有 当趋势 如果已经正式转空 放空将会是赚钱 唯一的途径 千万不要再当个死多头 输家常犯的错误就是这样 我在股票市场20年的时间 看到很多人到最后股票都在赔钱 不是说多头没赚到 而是更重要的 是当空头趋势已经来临的时候 都不晓得 都不肯正对面问题 很多人这股票一赔钱 就开始展开所谓的无视大法 当做没有这些股票一样 不想去看他 甚至很多人在下跌趋势的时候 其实很多头股老师都这样 不断地摸底 不叫人家去摊平去买股票 到最后的结果 真的可能一次空头就此阵亡 那怎么办呢 所以提醒大家 兵无常事水无常行 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未知神 股市如战场 真正的操盘高手 不要当个死空头 更不能当个死多头 该做多的时候 当然现隆老师 就像过去这21个月全力在做多 现在空头趋势 如果这个地方已经转空 放空将是赚钱唯一的途径 提醒大家 那当然放空不是随便空 我还是提醒 你要先看懂股价的结构 之前做多 这地方我都说过 要买建隆债田的股票 大户在低档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 而且产业有爆发性成长 业绩真的开始上扬的公司 像当时的美琪 这样子44块来做布局 大户进货转强讯号出来了 好好的一个大波段操作 最后涨到154块半 虽然我们没有卖在最高点 我们等它的头部正式成型 再来获利入带 对不对 我也跟他讲过 我不认为卖股票要卖在最高点 能够去卖到最高点 因为总是想要卖最高点的 40几块上来 50几60块 涨好多了 高点到了吧 卖 对不对 70几 高点到了吧 卖 80几 高点到了吧 卖 早就把股票卖光了 怎么可能卖得到 真正最后154块 不可能的事 对不对 我们没有卖在最高点 我们等趋势反转出来 再来获利入带 租租赚了多少 1.5倍 重点是当时结构在哪里 建融在田的时候 领先市场买在地 这样大波段操作 真的做多赚得可以很多 可是这不是现在 当趋势来临 你现在这个行情 我也跟大家讲过 真正有爆发力的产业 有竞争力的公司 股价都不会在低点了 现在在低点的股票 你反而要更小心 结构上面是潜荣物用 产业趋势可能在下滑 大户可能在出货 股价才会低低的 所以现在没有那种 能够让你大赚钱的股票 但是做空 虽然不能够像美琪马这样 一赚赚个1.5倍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我们做空 可以快速的累积获利 关键你要去找到结构上面 例如潜荣物用的股票 产业趋势在衰退 股价持续弱势 这时候我说不要去摸底 相对弱势的股票 反弹要太弱则强 反弹当然也就是空点 对不对 那种股票 反弹失败 很多人觉得转强了 跳下去买 一旦反手下杀 多杀多 那也会杀很快 那抗龙游回的股票 事过游不及 气力将近 股价到了头部 看似仁强的背后 石井摸入 赶快当时如何下台 那当然没有股票的 就借股票来卖 对不对 借股票来卖 等股价跌下去了 头部出来跌下去了 再把它补回来 再买回来 还给券商 这就是要放空赚钱 所以像我们之前的经典 为什么空它 利多频传 LED说走出谷底了 迷你LED说前景有多好 那技术面我看到的是 利多出来之后 高档在爆量 看到的是 K线却在收藏黑 爆量收黑K 看到的是 大户已经在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 抗龙游回 所以我说 这地方大户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 61块半 给它空下去 对不对 现在已经成功地赚起来 空个10张 赚个7万块左右 做空真的赚满快的 滑邦店 各位投资朋友也看到 当时股价 大户在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 消息面利多不断 说记忆体在涨价的时候 K线大量空头吞噬 大户反手在卖超 大户出货 转弱讯号出现 就是怎样 空军起飞 对不对 现在这个地方 我们也成功地获利回补 空个20张的 这地方也赚了这个5万8了 对不对 那再来 各位投资朋友 环球晶 这个当时消息面 利多不断的时候 契机员说牛气冲天 说跟这个客户在签长约的时候 我发现到散户在买 K线却在这里乌云照顶出来 大户反手卖超了 大户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 怎么做 抗龙游回形态出现 空军就给它起飞 现在已经最低差到356了 5张就好 20几万了 特别会员的股票 一般会员 空不了中环球晶 太贵了 那我们就空中美金 对不对 融资在大增的背后 消息面利多不断 融资在散户 在用融资大买的时候 大户反手在卖了 大户在出货 股价转弱讯号出来 那怎么做 当然这地方 就把它空下去 现在也已经杀下来了 对不对 中美金现在也都杀下来了 一档一档的快速累积获利 这都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左右而已 好 那再来 接下来就注意 像这样的股票 OLED的概念股 有OLED的题材 有3D感测的题材 可是这么多题材 业绩在持续衰退 我说这个地方 这种股票最要小心 涨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底部到了 如果散户跳进去买 都觉得底部到了 还涨不动 那最要小心 因为背后大户 你会看到持续在卖超 这种股票不跌则已 一跌破下去 会怎样 多杀多 到时候可能会急速的下跌 这种股票当然怎么做 空军起飞吧 好 再来这档股票 我们空军还没出手 滑邦店 我们做记忆体的第一档空单 已经赚起来 这档股票也特别注意 最近消息利多也很多 记忆体产品价格说 在持续的看涨 11月营收还创下这几年的新高 可是注意到 散户看到这些利多 跳进去用融资在大买的时候 为什么股价涨不动 为什么这边左边一个缺口上去了 之前原来利多早就反映了 现在反而一个缺口下来了 这叫什么 倒撞头部出来 趁着反弹 大户持续出货 这个不要自己乱空 他会反弹 弹上来之后 这地方还会再跌 这种股票抗融优惠结构出来 该怎么做 空军也准备起飞 这种股票都是我们接下来 操作的重点 这个地方 我只能够再度提醒投资朋友 做股票千万不要当个死多头 死多头在大盘 已经出现下跌趋势的时候 如果不断的摸底 不断的摸底 不断的摸底 不断的摊平 真的一次空投 就可能让投资朋友就此阵亡 真正的操盘高手 该做多的时候 能够全力做多 过去21个月 从大盘7000多点 10年线一路上来 我都跟大家讲 拉回就是买点 对不对 现在多头这地方 已经开始转空的时候 该怎么操作 提醒大家 两年前 我们空在10014高点 因为真的趋势 已经转空的时候 放空是赚钱唯一的途径 现在大盘再度出现 中期反转讯号 两年后我们空军再度起飞 认同县隆老师 操作理念的投资朋友 欢迎大家指名加入县隆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现在空军招集令 为了帮助大家快速的累积获利 能够像我们的京店 像华邦店这样 一个礼拜10% 10% 10% 再度快速的给他赚下去 做空赚得快 特别开放的短天期体验班 现在名额已经即将额满 所以倒数一天 空把空空作战计划 想把我的投资朋友 务必待会休息时间 就来跟我们的服务人员 来做联络 指名加入县隆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一起来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正败呼ibil 并致富 我们 realise 風險 本盤式解析 水算水看 很方便啊 YouTube運通財經台頻道 不管是跟你安慰在一起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